不好意思,要更正少少資料 莫雷拉今天的成績應該是兩個第一、兩個第三至對 而她和麥道朗的勝出率 即是在一個會計國際賽成績 或者是比較觸目的比賽成績的網站裡的統計資料 她和麥道朗的位置機率是49% 麥道朗是48% 至於勝出率,兩個都是21% 兩個是叮噹碼頭 但是香港馬會一個就逼走 一個就是想她來,人家又不肯 這個世界上有些事情真的很奇怪 可以在日本開兩日工 就拿20多萬港幣的騎士都被人說廢 我想只是香港才會這樣 就算在日本 有些馬迷投注了莫雷拉 但是沒有收獲的時候 都不會說她廢 最多說她沒有上班、找替工 他們從來都不覺得莫雷拉是廢的 如果一兩日的人工 就有20多萬人都是廢的 這個世界上不廢的人 應該很少很少 如果那些喜歡伊牙鬆幹的人 做不到騎士或者是練馬師 他們會不會覺得可惜呢? 如果他們覺得可惜的 有沒有子女? 送子女去騎士學校 訓練一個香港出品的超級騎士也好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連前年馬師都說 如果是香港的好家長 不應該送子女去香港學騎馬 是騎馬來做騎士那一隻? 千萬不要 另外隔了這麼久 香港還有女騎士 她也終於有頭馬 不過她有多少功夫呢? 其實就要看看她 不減榜之後 到底還會有什麼成績 前居可鑑 她千萬不要像蔣家琦一樣 蔣家琦以前說 自己和莫雷拉 是不同風格的騎士 不知道她覺得自己 有什麼風格這麼厲害呢?